苏提达出席例行公务 樱花泰式礼服美绝了 46岁依旧嫩如少女 在大众的印象里 刚入宫时候的苏提达又徒又村 传达多次被网友吐槽 如今加冕已经整整五年 苏提达王后彻底脱胎换骨 简直就是画卷里走出来的古典美人 泰国帝后出席例行公务 一星人来到王座大厅 庆祝加冕五周年 施林通和朱拉鹏一同亮相 晚辈只有斯瑞范一人出现 怕公主和提帮公统统缺席 这么大的纪念活动 王室自然很重视 因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现场的女眷虽然很多 但是苏提达却是最惊艳的存在 一袭樱花礼服美出了新高度 此次苏提达走起了少女路线 从头到脚都是粉色 就连头上也佩戴了粉色的花筒 不光不会显得俗气 反而有种扑面而来的少女感 谁都看不出她已经46岁 值得一提的是 苏提达这次佩戴了太后的红宝石耳环 再次解王室新珠宝 自从德国后公团被解散后 苏提达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 每次出境都能吸引所有美光灯 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对苏提达来讲却是个巨大的考验 其间施妮娜被太王宠上天 甚至扬言要当第二个王后 希拉米也蠢蠢欲动 不断制造舆论想负宠 现在看来其他嫔妃都太难了 凭借太王的宠爱 就天真的想取代苏提达 最终只能让自己沦为笑话 苏提达背后有军方支持 加上自身的条件很优越 才冒双全让太王无可挑剔 根本就不可能废后 泰国帝后携手出境 庆祝加冕五中年 苏提达无疑现场最美的女眷 即使人到中年 还是皮肤白皙身材完美 一点都看不出老太 苏提达居然成了后宫颜值天花感 苏提达不光身是清白 并且还得到了四十多个博士学位 让太王无比满意 作为唯一的时事王后 苏提达经历了五年的锻炼 早已变得游刃有余 各种重大活动都能轻松应对 即使宫斗的时候出手很辣 但是苏提达在太王面前 却是柔如无骨的小女人 这次换上樱花礼服 更是散发出少女般的气息 足以让马哈国王深深着迷 之前的泰国宫斗刀光剑影 如今却安静了许多 真是让人觉得有些扫兴 看来苏提达的确是天选之女 已经成为真正的宫斗冠军 在泰国后宫一家独大 马哈国王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之前留恋花丛中 现在却想回归家庭 一夫一妻制是世界主流价值观 马哈国王为了王室颜命 废掉了德国后宫团 就连施妮娜也一直处于禁足的状态 无论是重大纪念日 国宴或者外访活动 唯有苏提达可以陪伴在泰王的身边 其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曾经的泰国宫斗无比精彩 现在却归于平淡 其他女人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 唯一的看点就是王储大战 马哈国王现在已经72岁 却还是不着急立出 证明他在等待提帮工长大 苏提达西夏虽然有个儿子 但是泰王就是不认可 笛子沦落为私生子 说到底还是一难平